第3期境界的發佈後 很多人受到夜間影響 插杯會到處向努農博來歡迎 應對方寬民間團體 心情、安心及時上工的業務 提供四季的努工 對期的工作機會 今天一早這行長插杯會 跟第三頂長丹東勃 親王第三頂請結局來 方式第2體的安心心願的情形 丹東勃頂長表示 感謝中央 提供第2期的工作機會 讓新聞可以安心 操控經濟壓力 第三期境界以後 很多人的工作都受到影響 形成營中原這行長插杯會 都處向努農博來歡迎 應對方寬民間團體的心情 安心及時上工的業務 不可以穩定機構的英文 也讓適合的努工有第2期的工作機會 讓這頂的建議 立到努農博的領導 已經在6月底的通過這行 在今天才去地行長插杯會 跟第三頂長丹東勃 做回來跟親家隊 看安心上工成員的做工作總控 蔡執行長到我們竹山政工所 清潔隊這邊來關心 整個行政院的一個政策 就是什麼呢 安心上工的政策 執行的如何 那他來看到我們竹山政工所 盡量的第二批的安心上工 40位的一個鄉親們 他所工作的一個工作情形 是不是符合他們的安全 符合他們能夠很安心上工的這種情況 那他看到之後 這40位來自我們竹山政工所 在安排在清潔隊裡面 做棉木栽培的工作 大家都做得非常開心 這三頂長丹東勃做實用 在我們所有人留的鄉民 我們這裡做實用 甚至80位 那有的鄉民 第一批安心上工的新聞 已經協助成立立美化的工作 這些第二批已經進行來上班 正如丹東勃也非常感謝這行長 可以提供一個機會 讓這些新聞有一個第二項的工作 彈來做 讓他們暫時所及經濟的壓力 我今天來到竹山政工所 看安心上工的計畫 非常感佩竹山政的城鎮長 我們的安心上工的人數比例 是南投最高的 第一批申請了40個 這一次再申請40個 總共有80位 那80位的安心上工 就是提供這段 因為紓困的過程裡頭 或者是這個災情裡頭 可能工作就業沒那麼穩定 那至少有另外一個補充的機會 因為這個價位就是 那時候我們在想說 不可以只有鄉鎮公所 因為可能一些民間團體 也有一些活動 可以擴大這個安心上工的缺額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 各位民間團體的朋友 也請到勞動部的中章頭分數 來做這個安心上工的申請 希望能促進更多的就業機會 這件事上工的會有強調 民間團體也能夠到勞動部 中章頭分數來申請 民眾不用有工作的經驗 也能夠來參與 安心上工的價位 希望能夠促進更多的就業的機會 記者的考驗在他們採用報導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